这就让我得下结婚了 这结婚也太容易了吧 跟什么玩意吓我跳 四叔你干啥呢 吓唬人玩呢 刚才我下结婚一堆 真的呀 那你吓下我跟小米粒呗 我上一遍这是吧 我自己的事都没解决明白呢 正好你来的正好 我要向黄小黄求婚 你给我搬干嘛 咱俩一起吓他呀 你吓唬他干啥呀 是怎么的呢 小黄啊有结婚恐惧症 我想找赵刚子帮我说一说 四叔 我觉得这事啊 你得找我二姑父 我二姑父在吓人这方面 是头的冠军前阵 我都知道你懂吗 哎呀 我跟你说 这小区没有我就不行 哎呀 不提我 怎么的了 二姑父 你上什么难事了 你来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你说 那啥 那个方小事啊 要向那个黄小黄求婚 好事啊 黄小黄啊 有婚姻恐惧症 好 他那怕黄小黄不同意 就找我大姑赵刚刚的帮忙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上一边去 小四啊 赵刚子怎么着就比我厉害啊 啊 不是顺风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啥呀 先把邻居们告诉他 小区最优秀的男人是谁 哎 哎呀别骗乱了 你你啥样我不知道 我就问你 黄小黄脾气爆不爆 爆啊 二米粒脾气爆不爆 更爆啊 二米粒都让我治得成我媳妇了 你和黄小黄这点事 我给你搞不定 对啊 哎 你是不是有事 咱先走吧 我还有事 你站在 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住 干什么 这么一听啊 还真得是你帮我这个门 黄小黄有个就来了 帮帮帮我行不行 淡定 我是一个过来人 黄小黄来了 我跟他谈一谈 问他三个问题 帮你搞定 你可拉倒呗 二股峰 你给我上一遍呢 他 哈哈哈哈 找小丝 哈哈哈哈 找我 来了 啥事啊 来来来小丝 一边站着 淡定 哈哈哈哈 小黄 请坐 好的 小黄啊 我听说 二胡 二胡 我有事 我先走吧 哈哈哈哈 快 小小小 小黄啊 啊 听说 最近 你对这个婚姻方面 产生了一些恐惧啊 你咋知道的呢 不光是婚姻 我出对象 我都害怕 不怕不怕 有哥啊 哈哈 哈哈 这样啊 哥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人生活 跟两个人生活 有什么区别呢 多一个人呗 哎呀 问你有水平 打得一针见血 你也没问 多人 好 那我重问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 早餐你吃的什么 油条 怎么吃的 就下楼买回来 自己吃的 你不觉得 少点什么吗 豆浆啊 对呀 光是有毛头 干嘛呀 我都能 胆定 你不觉得 你少一个人吗 谁呀 我就问你 你知道 阿米粒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不知道啊 吃的也是油条 是吧 但是哥 下楼帮他买的 哥拿着油条 上楼 陪他一块吃的 寂寞的时候 有 可 不自在吗 小房 我也可以给你买早餐 陪你吃 好 病好点呗 还差一点 淡定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到哪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房请坐 那么好 我再问你 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所以你倒是问哪 小房啊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下楼 买药 买回来以后 烧开水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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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水 吹凉了 把腰 吞下去 病好了 嘴重了 悲哀呀 街坏 街坏 街坏邻居们 你们都听到了吧 小黄妹妹啊 其实你的身边缺少一个人啊 谁呀 你知道阿米利生病的时候 她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 是哥 下楼 给他买了药 上楼给他烧了水 然后手捧着热水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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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吹凉 一口 一口 给他喂下去 他的病好了 哥的嘴 嘟嘟了 哥 那个哥 这个活 我也喜欢 给我 我最孤独 那个 病好点没 还是差一点 你淡定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 第三个问题 好的哥 你问 哥呀 你在厌弃之前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给我问了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纯生 带爽 老许花 还有门岛鱼 跟他们倾诉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他治病 你咋还给他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 没灌他就喝多了 小黄啊 你知道二米粒 受伤的时候 他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是哥还是哥 手捧着 你给人买准处的 陪他喝的 小黄啊 我知道此时此刻 你一定有一大堆的问题 要问我 问出来 那你们喝多以后 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喝多以后 怎么了 吐了 你呢 我喝多的时候 二米粒会打我 那你 挺着 人家用小圈圈 催你胸脓 你只要在这 我随便打 幸福 哥 我觉得听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二米粒特别幸福 哎 我怎么觉得 我的恋爱恐惧症 好像好了呢 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方小瑟 咱俩聊聊啊 好啊 二伯伯 你是头的 冠军的 是吧 大恩部演戏啊 应该做的 谢谢 陈芸芬 哎 陈芸芬 起来 你不是说 哎 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是是是 是吃饭 二米粒 哎呀 哎呀 黄小花 哎呀 哈哈哈哈 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 谁呀 你呢 二姑 说的就是你 啊 刚才我二姑 把你讲了一遍 老感人了 全喝多了 哈哈 我看什么都说啥了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你太幸福了 这话 从何说起了 咱就从草莓说起了 行 你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油条 终于整了 那个 是不是顺丰哥 给你下楼买的吧 那陪你一块吃的 哈 啊 他 我对吧 你问问他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过吗 他知道早上讲啥样吗 我傻意思啊 哥 我傻意思啊 这傻意思 哈哈 这什么啊 啥 啥 啥啥啥啥啥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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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neurological 大许地 啊 没事 我再问你啊 阿米六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瞬风 给你买药 完了一口一口 为你吃的呀 完 完 没了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嗯 那个小蚊 我就感觉 你要不咱还是先走吧 all 我 你等化 阿美莲 在你忧伤难过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找他去的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酒 我一酥酥一定都我熟的 黄小丝 谁是粉 淡定啊 淡定 我感觉这里边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 小黄啊 你好好说话 小黄啊 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在这看还走了呢 回来 钱顺芬 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 不让你帮 挺好的事给我办洗碎 我就是这样 小花 哎呀 什么情况 二姑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你是蠢头子冠军呢 自熟啊 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 哎呀 我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媳妇啊 怎么了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啊 你要请我吃饭吗 我就问你 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啊 哎 你幸福吗 挺幸福的呀 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的 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 好像没有哎 我小黄得了一种病 叫结婚恐惧症 我正给他治病呢 马上就要治好了 你可得好 当机给他干医院去了 那你不早跟我说啊 这治病这事 我不比你在行啊 放心 现在我就接到处愿 黄啊 黄 我给你讲的处处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婚姻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住我钱顺风的一句话 磕磕绊绊 有关怀 打打闹闹 有真爱 最清楚的告诉你 那三个礼物的说